欢迎收看今天的两种时间 那我们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分享 一般上面试者呢 在面试的时候 雇主啊老板或上司会发问什么问题 我觉得接下来这道问题 大家特别留意了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都会问对方 你为什么会离开前公司 怎么回答 每个人离开前公司 一定有千百种的理由 但是记得 千万不要在面试者的面前 说你前公司的不好 你始之前受到再大的委屈 再大的苦 都千万不要表现出来 避免让面试你的人 对你留下负面的印象 那我建议大家 就把问题归咎于在自己的身上 觉得说 前公司的工作环境 没有让你好好的去发挥你的所长 又或者是前一份的工作 跟你自己目前的职业或事业的规划 是不相符的 这些回答对我来说是比较正面的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回答呢 你希望说 接下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让你有更多的升迁的机会 又或者是前一份工作 达到了事业的瓶颈了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突破 这些回答或许可以让面试你的人 对你留下良好的印象 请按照片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